讲个故事 在英国摔一脚 能赚到400万英镑 各位老板们要注意了 不管你是在英国做生意 开商场 只要有顾客进入的情况下 甚至是你的办公室 在你的店里 在你的办公室里摔一脚 都有可能要赔偿大量的金额 这里没有夸张 这是最近的一个 真实的索赔案例 一位瑞士商人叫安德利亚斯 就因为在英国的西斯罗机场 公共场合摔倒了 他最终把英国航空 告上了法庭 获得了400万英镑的赔偿 这期所谓的事故 发生在2017年的11月 当时安德利亚斯 在英国谈商业合作 正准备返回苏黎市 本来他已经快迟到了 在赶往登机口的时候 他临时决定 停下来去买杯咖啡 大家都知道 很多欧洲人不喝咖啡 就活不下去的样子 所以说在着急忙慌的过程当中 他在登机的途中 不幸地踩到了地板上的一滩水 重重地摔倒 头部撞击地面 伤得不轻 事故发生之后 他被送往医院 后来还长期因为这个事情 受到头痛的困扰 于是安德利亚斯果断地 对航空公司提起了诉讼 他声称 由于这次受伤 他无法继续工作 他要求赔偿500万英镑 以弥补他的健康生意上的损失和收入 根据国际航班乘客责任公约 他最初是有权获得至少 12万英镑的赔偿 但是呢 他的律师团队很厉害 他的法律团队认为 赔偿金额要比这个高很多 因此呢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他继续寻求增加赔偿金额 一直高 高到最高远 他表示啊 这次摔倒导致他经常出现健忘 和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对此呢 英国航空的律师表示反对 他认为安德利亚斯在起飞前 匆匆忙忙地前往星巴克 他明知道时间紧迫 仍然心机如焚地带着四杯咖啡 赶往登机口 事故因此而发生 航空公司是不应该强担这个责任的 但最终英国法院还是裁定 银行对这个事故 负有主要责任 因为银行的员工 机场的员工 有义务确保这个区域的安全 如果他们及时清理了地上的液体 或者能够及时地警告乘客 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不过由于安德利亚斯 自身也存在了一定的责任 属于共同过失 他无法获得全额500万英镑的索赔 而是根据法院的评估决定 他最终获得索赔金额的80% 也就是英国航空需要赔偿他400万英本 对于最终的判罚其实很简单 是有具体的法律条款的 根据英国的1957年 赞用人法则 经营场所的业主或赞友人 对于访客会有照顾义务 有责任确保他们在场所内的安全 如果因为疏忽而导致顾客受伤 商家有可能会面临巨额赔偿 因此商店的老板们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 比如说及时清理地面 定期检查场地的安全等等 以避免类似的事故发生 而对于在英国舰英餐馆 商店咖啡厅的老板们 一定要特别 注意这个问题 特别是华人开餐馆的 这些兄弟姐妹们 一定要注意 定期的对场地进行风险评估 培训员工 以及及时清理溢出的食物和饮料 保持过道的畅通 还有一点很重要 一定要购买公众责任险 Public Liability Insurance 这样的话 一旦发生意外 保险可以帮助大家减轻财务压力 所以说生活在海外 无论是商家还是顾客 一定要懂得一些基础的法律知识 必要的时候 关键的时候 一定要咨询专业法律人士的意见 确保自己得到应有的 法律权益的保护和保障 感谢大家 我是伦敦老刘 一个有故事愿意分享 有知识愿意帮助的 法律博主